欢迎收看金明天下 美国前总统川普 已经连赢了两场的党内初选 现在初选的大势是几乎底定了 如果说川普再度入主白宫的话 会对美国的经济 甚至是全世界的贸易 产生决定性的一个影响 另外高生也认为说 如果接下来川普真的 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可以胜出的话 那么到时候会导致殖利率的上扬 也会遏止美元流出美国 到时候反而是会 推升美元的一个涨势 另外特斯拉公布了 最新的财报 结果是低于市场的预期的 也导致在盘后的股价 是一度重挫 将近6%的幅度 另外台积电 在今年股价的642元 是收在今天最高 在今天也整个贡献了大盘 超过了百点 台股在今天收盘 也重新的登上了万八 另外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现在为了要救市 那么中国准备 是要降准放前4.4兆台币左右 那么接下来 已经处在低点的 这个陆股ETF 可以已经来到了 这个进场的时间点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 卢彦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肥彦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王兆丽 大家好 财经专家有庭好 大家晚安 好我们先请教陈彦 那么连拜登 现在在一份的声明当中都说 接下来很明显 川普将会代表共和党 出来角逐总统大位 我们看到川普 也的确是气势如虹 他已经连赢了 两场的党内初选 拜登危险了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23号新函部下州 共和党初选 川普55%的选票 当然他现在就胜海力 他们就两个PK 44% 很多人说 川普才多11个百分点 不够多 应该要更多才对 可是说实在 不管多多少 反正就是赢了 对不对 所以未来 是不是就是川普胜出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最后的宣布 3月5号 3月5号就会最正式的宣布 是不是川普 可是这样一路下来 我自己个人在追踪 我在看应该是没有对手 应该是没有对手 海力即便跟他在PK的过程中 我认为也就是一个 陪衬的角色 甚至我们讲红花配绿叶 绿叶配红花的概念 当然在这当中 CNN报导了拜登的声明稿 这个声明稿当中 我觉得连拜登也很清楚 他们一定要清楚掌握 他的对手是谁 他才知道 接下来他的选战策略 对吧 他说川普将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 没有问题 这句话非常有趣 他说我们的经济 已经经历了新冠疫情以来 最强劲的复苏 他在提醒大家说 我当总统期间 我把经济等个代声上来了 但是如果你投川普的话 不好意思 所有人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可是我觉得最危险应该是他 纽约时报 接着就赶快报道 因为现在对拜登来讲 能挽救多少的声望 能挽救多少的声势 能做一定要尽量做 对不对 最实质的策略出来 你有受惠 你是不是还是会感恩于拜登 投他一票 是不是有可能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要把他自己的声望 想办法拉高 这个很重要 19号取消7.4万人 净50亿美元的血贷 之前其实他要取消血贷 他们说法规上是不符合 那怎么可以呢 绕了一个弯 想尽办法 那受益对象是谁 教师 护士 消防员 他可能针对某一个特殊族群 也许法规上 政府的法规上另外一块 他是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个补助的 所以我们把他给取消了 那这些人未来会不会转而 回去支持他 或是继续支持他 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对不对 然后他说正在寻求替代途径 就我刚才讲正规途径 他现在是被拒绝 就法院是说不行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可以取消 不可以这样 其他途径 更多人提供血贷前面 我觉得他真的很紧张 所以他为什么一直讲 处于危险之中 他自己也很清楚 Dangerous 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要做 更多的一个事情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就川普来讲 他有没有释放力多 坦白说 或许他会搅局 他会带来混乱 但是他有没有释放力多 有 也是有 我跟你讲 他这个力多真的很大 他说如果他再次当选 他提醒大家 你们选我 我选上了 最高所得税率 我直接砍到15% 砍到15% 这砍到很多 这是不是最直接 对 这个对所有的公司的老板来讲 大企业来讲 跨国企业来讲 这最直接 你直接告诉我 你什么补贴 不用 你直接把所得税率 直接砍下来 甚至他就告诉员工说 你看 你选他 如果我们所得税率下降 我就给你们加薪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传递的过程 但是至少我觉得对公司来讲 应该是一个利多 所以很多人说 这就有利于美股攀高了 但是可能不利于美债 当然是不是真的不利于美债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有利于美股继续往上涨 这个我觉得是肯定的 因为企业的成本降低了 我觉得美债的部分是观察 所以KBC的分析师 他就说考虑美国大选的最后结果 为时过早 也确实 当然第一个三月五号 是不是川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川普真的出来选了以后 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插枪走 会有什么变数 然后真的就能够顺利的 这个击败拜登吗 再度入主白宫 也不晓得 这中间可能都有一些变数 但是川普如果真的选上了 或是以他现在的声势 对不对 跟美元的势头 有可能齐头并进 因为他们觉得美元可能会 二纸美元流出美国 那二纸美元流出美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在比较的过程中会发现 其他货币比美元差 所以这个也是会导致美元 相对强势的一个主因 当然这次当中我们也会去关心 他对企业这么好 那他对产业 有没有喜好好物的一个差别 实际上他讲话一向很直 好的他就说好 不好的他酸到不行 他在圣诞节社群中发了一个平台 他也很喜欢在社群媒体 直接发文 在S平台直接发 他就批评拜登合理 他说暴徒在摧毁美国 他用词都很激烈 他的用词都很激烈 而且你看他说曾经伟大 意思就是说你拜登上来以后 美国就不伟大了 而且你还在摧毁他 更可怕的事情 他直接告诉所有的人说 电动车产业现在在地狱里腐烂 因为他是不支持的 对 不过电动车 现在是不是真的 已经本身事况就不太好了 说实在的 特斯拉的财报 当然我们在看电动车 我们要影响电动车 其实还是算是一个消费品当中 你的预算要相对比较高的 一台你至少也是要一两百万 随着大家消费力的一个减弱 似乎电动车的一个销售数字 确实有一些下滑 毕竟大家开始去思考 我不要买电动车 我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最近像Netflix开户数变多了 总是你要有生活上的小确幸 特斯拉公布了上一季财报第四季 毛利率萎缩到17.2 这个毛利率萎缩的幅度真的很大 当然毛利率萎缩最主要原因 一定有两个 第一个他降价抢市场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个海运价格 海运价格的一个提升 也导致他的原物料材料 相关的材料运送的成本提高 这都会影响到他的毛利率 所以降价的一个冲击 2024的销售成长速度 有可能明显下降 现在也没有公布交測目标 过去他不是都会吗 我们今年交測目标多少 交測目标多少 每年都在年初的时候 都会喊出一个让人觉得 非常舒服的一个数字 但今年没有 所以盘后就跌了 当然其实有重量级的分析师 他们在观察 其实第四季的数字还是 还是不错 大家整体在看 虽然不如预期 但是整体来讲也还算平稳 可是真正的风险 可能是在今年的一个上半年 为什么在今年的上半年 其实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经济上升的速度 如果没有大家想象的强劲 物价的高涨 大家如果转移消费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电动车可能不是一个选项 再加上整个供应链 运送成本的提高 那对特斯拉来讲 也是一个冲击 我觉得这个部分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当然路透也有特别讲 特斯拉已经告诉供应商 因为刚才降价无效了 那怎么办 我不要再降价了 我直接推出一个什么 比较大众的一个电动车 可不可以 所以他已经在跟 他们的供应商讲 2025年他要推一款叫红木 红木 就是比较这种小型的 然后可以跨界的 就是 小型的跨界车款 简单来讲就是比较受欢迎 然后你可以多元用途 然后价格又不高 那销售量是不是有可能会比较好 那大概2.5万美金 这个是很入门 如果按照过去 特斯拉这个model 3 model Y model S的一个价格来比较 当然现阶段还有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也是为什么这个陆行资 他在讲说今年上半年 他会比较担心的一个原因 就是过去其实他在中国 真的卖得很好 可是现在他在中国 面临到一个问题 第一个你的哨兵模式 其实就是一种间谍的一个概念 就是他车子里面有种叫哨兵模式 他其实可以拍照 可以收集很多的讯息 所以现在很多的地方 中国有很多的地方 政府附属机构 比如说会议中心 占能中心 甚至有一些街道 就车子是可以走的 可是他就是说特斯拉不能过去 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你地图有没有 要到达那个目的地 然后地图是告诉你要左转 可是特斯拉开到他说 你不可以进来 我为什么不能进来 你是间谍 我怎么会是间谍 你有没有看哨兵模式 没有 那你一旦开了你就是间谍 大概就是这个逻辑 而且限制非常的严格 不只不能进入 你连路过都不行 他假扮路人甲都不让他演 就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各位讲 这几个礼拜就是超级财报周 你看美超围 出来大家很开心 Netflix订阅的数字也在增加 大家都在观察这些细节 可是特斯拉整个财报 不如预期的状况 其实大家会开始担心说 那会不会其实美国经济 负数的力道根本就不够 我觉得接下来 美国的企业可能会产生一些分化 比如说像电动车这一类 可能真的是在地域里面腐烂 所以它会持续的往下走 但是比如说半导体类 你看ASMO的财报 业绩公布 获利公布 几倍的一个增长 它可能还是能够受惠AI的一个发展 能够有所表现 所以在产业的选择上 还是要谨慎小心 好 刚才呈现 但我们看到是在美国 现在财报周的一个状况 也特别提到这个ASMO 反映整个半导体的一个现况 双半导体我们来看到 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今天神威在线 今天股价是收在最高 642元 而且照例他贡献的大盘 就超过了白点 所以我们看到 台股今天收盘也是睽違 将近两年之后 今天收盘又占上了万八 对 没错 台股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今天创下了波段的一个新高 我想最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美股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财报周公布的这些数字 各股的数字 基本上绝大多数 都诱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带动了你像NASDA 100的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废班的指数创新高 标普500 道琼 这些都已经早就创下历史新高的水准 所以第一个 有美股的带动 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陆股也开始慢慢的走稳了 因为他们的政府 也在大力的一个护盘 所以台股 你看有这两个利多 你说怎么可能不创新高 所以今天的指数你看一下 成交量并没有放大出来 因为大家还是会担心 会不会有品种的一个卖压 结果他就拉了台积电 让指数一下子 就创下了新高的水准 这个地方我们先讲 这个地方就是台积电 释出来的一个 未来的展望法说的时候 然后结果那一天外资大买超 当天就买超了大概 史上第二大的一个买超 当然这样的状况之下 台积电定心完已经定下去 今年半导体的展望 基本上来讲 就是两位数的一个成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半导体占 占所谓的一个权重的部分 其实相当的一个高 尤其台积电好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指数以目前来讲 当然大家会担心 丙总结账等等 可是我觉得你只要 子股比较太高 比如五六成就好了 你不用all in 可是你五六成 基本上来讲是OK的 因为指数来讲 应该会慢慢的往 18003到18004来进行挑战 在农历年前我觉得 因为农历年前你要过 18619这个历史新高 我觉得有点难度 因为越到封关的时候 成交量会放不出来 所以我先把目标的部分来讲 定在这个位置点 今天在贵埋 很多中小型股表现好弱 对 没错 我跟大家报告 当然有些人会结账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涨很多的中小型股 其实美股的财报也是这样 就是说涨已经非常多的小型股 本一笔非常高的股票 我觉得这些 假如财报一公布 不如市场的预期 我看到那个跌幅相对上来讲 会比较重 相同的 假如已经涨很多 筹码一松动 也容易产生短时间 比较大的一个回档修正 所以涨很多的中小型股 你不要去碰 因为这一些 有一些的丙种的卖压 确实会出来 所以选股你要特别的小心 刚刚所提到 不管是标普或费办等等 这些都创新高 这个就是拉升台股网上 最主要的一个力道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陈燕哥有提到 其实台股在今年来讲 就今年的展望而言 我觉得第一个半导体 第二个来讲AI的族群 这肯定是贯穿一整年的一个主軸 当然只是说股价涨多了 有时候会回档修正 然后他进行一个 轮动的一个格局 好 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有外资的分析师他认为 台积电是最没有风险的策略 在AI的类股里面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市占率 基本上不会有 不确定性不多 大家投资最好就是不确定因素 对 没错 他不会被抢单 因为高阶的自成来讲 现在三奈米 二奈米 谁要抢他的单 很难 另外一个 展望有上修的一个 因为从目前来看 AI的所谓的一个题材的部分 或者是这个市占比 肯定越来越高 所以他认为 他的估值具有吸引力 所以台积电在未来来讲 我觉得震荡走高的机会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大 指数已经来到万八之后 大家也会比较担心 那买什么样的族群 有比较安全 对 我觉得一个 就是台积电供应链 相对上来讲 这些不是大股本 股本比较小的 你看一下樊轩 未来展望肯定要好 你看他的股价来讲 就震荡走高 他大概有几个题材 一个就是他是 ASML 就是爱斯摩尔 他认为今年的展望差不多 可是明年会很好 爱斯摩尔 也是美商应材的 代工的一个公司 再走订单的部分也不错 所以今年来讲 预估会比去年成长 可是重点 他那个成长不是爆发性 所以我觉得他的股价 大概就是稍微的 你看他最近的走势 就震荡走高震荡走高 这种不会飙 不容易飙 加登的部分 这种股性比较火 因为你比如说像台积电 Intel 三宋等等 这就要进入所谓 3奈米的EUV的部分来讲 他的一些新的光照合的部分来讲 有认证 所以毛利会比较高 所以你看 他的股价突破之后 稍微拉回来整理 我觉得这个有机会 另外一块 就是在储存设备的部分 储存设备 我觉得大家要特别的一个留意 因为AI伺服器的部分来讲 肯定容量越来越大 所以在储存的设备上 这个是大家比较忽略的 其实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不会飙 不容易飙 因为大家都知道 买盘都进去卡位了 所以你要留意的是 大家比较不知道 那光阳科的部分来讲 他有两个题材 一个就是台积电供应链 一个就是巨量 资料的储存 台积电供应链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有6N铜合金把材 另外台积电3m的营收的占比 也越来越高 他3nm的把材 也提供台积电 另外一个储存设备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记忆体的部分 因为储存设备有分SSD 就固态硬碟 跟所谓HD HD的部分传统 我觉得威钢的部分来讲 他当然也受惠 去年获利不错 未来来讲 在记忆体的部分 也有减产的效应 跟需求回升 所以今年预估EPS 也会有机会优于去年 所以股价来讲 我觉得应该也有机会 往上的一个实力的 好 刚刚周一旦 我们看到 其实在台积电的股价 在今天收在最高 整个表现非常好的情况之下 在过年前 其实可以多加关注 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以及一些比较低基期的 存储设备的相关概念股 那台积电大涨 也激励了ETF的 这个跟着冲锋 我们要请教艳丽姐 半导体的ETF 会成为今年的主流吗 绝对的 主要是因为 包括刚刚分析师 都特别提到了 其实半导体 还有AI概念股 其实后市还值得 大家非常高度的期待 再加上 其实美股的相关概念股 也是不停的创新高 好 我们先来讲 台积电救了台股 台积电也造就了台股 目前看来是万八以上 甚至还有后市值得期待 我也帮大家统计 截至到我们录影 当下最新的一个统计的资料 今年以来 绩效No.1的 就是0052 其实韩席的这个报酬率 今年以来已经赚了5% 主要就是因为 0052最大的成分幅 就是台积电 我待会会细讲 那第二名是00894 就是中信小资 高价30的ETF 大概它的报酬率是4%多 那其他的大概也有 3到4%之间 包括0050 还有006208 之前我们都在节目 跟大家分享过 还有非常多 小资组很喜欢的00881 以及00773 其实今年以来 纪效大概有2%多 不过它过去一年是66% 因为它有蛮多的一个 中小型的一个概念股 好 那我们今天 时间的关系 我就主要跟大家分享 纪效前两名 今年以来纪效前两名 一个是00894 另外一档是0052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的最大磁股都是谁 都是台积电 所以接下来我也要大胆预议 接下来最会涨的ETF 都跟台积电息息相关 因为台积电还是有机会 挑战历史新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00894跟0052 00894它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如果是高价股 然后如果小资组 你又买不起这些高价股的话 那你就买这一档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台积电持股占比是24.53 联发科大概是8%多 台大电5%多 联勇之邦等等 都是大家买不起的股票 所以这一档ETF 是高价股 对 所以这一档ETF 非常适合小资组 因为现在它一张一万多块 其实对小资组来说好入手 那0052 其实我之前节目 也跟大家分享过 它就是三档股票 占比非常非常的高 台积电57% 联发科5% 鸿海4%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三档股票加财占它的持股的比重 就将近七成 所以如果你很挣扎 到底是要买台积电 最近大家也都说联发科很好 就连鸿海都反弹了 不知道怎么办 很挣扎 那你就买0052 好 那也有人说 妍莉姐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买半导体ETF 当然也可以 不过相较之下 不管是我刚刚提到0052 或0050 它们成交量比较大 相较之下 这三档半导体的ETF 其实都很年轻 没有太多的历史记录可以参考 不过大家也可以发现 这三档ETF 一年来的基效 大概也都在四成左右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三档差异性没有那么高 所以基本上大家会发现 它的基效差异性也不高 差不多 对 只有差一点点的是说 中性关键半导体 持有台积电的占比是20% 一个是20% 一个是25% 一个是30% 那如果你对台积电 特别有信心的话 那你当然就买台积电持股 占比最高的半导体ETF 好 接下来这个重点大家要听 你不要等到台积电过了历史 行高你才能买这些相关的ETF 要把握时间点 对 我帮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统计 就是过去 这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台积电这会涨落在三个月份 11月 12月跟1月份 这件事情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因为每次到了11 12月份 都会有所谓的年底作战行情 对外资来说 不知道要选什么股票 当然就先买台积电 就买台积电 第二个概念就是 为什么涨1月份 1月份是因为要开法说了 要公布季报了 每次都让这些外资分析师 跌破眼睛 发现原来台积电比预估 跟想象中的还要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 今年以来台积电 1月份已经涨了8% 去年台积电1月份是16% 然后2022跟2010也有涨 只有2022跟2019年 这两年没了 相较于2月份 台积电是跌多涨得比较少 3月份也是跌多涨得比较少 所以其实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对台积电有信心 其实你只好该在年底的时候 你就应该入手加码了 所以在过年前的部分的话 燕丽姐会怎么建议呢 是不是要先把部分先落袋为安 我觉得如果台积电有机会 创历史新高的话 我个人是抱持着比较高度的信心 所以可以抱着过年 对 如果就是有机会 创历史新高的话 我想成本很低的人 也许可以先停力一趟 可是如果说你相对的 比较高位阶才进来的话 也许再耐心等等 除了ETF之外 你也可以配置一下台股基金 台股基金赚得比005年还多 对 他去年台股涨26% 台股基金表现是比台股ETF更好 对 台股基金平均的绩效是4成 那绩效前10名是分别是落在80%到100%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也因此我不知道跟我的大力推荐 有没有关系 有好多的台股基金 过去这一年规模暴增 像是统一奔腾野村优质等等 其实它的规模分别是暴增了三成到80几% 不过坦白说这样的规模来到了两百亿到四百亿之间 跟那种什么台股ETF动辄就是有现在已经有五党破千亿比较强 我觉得台股基金还是很可怜 大家听到ETF就会觉得随便乱买一定赚钱 但基本上我觉得主动型的台股基金会挑的会操作的 我觉得带来超额利润的可能性是更高的 接下来重点大家会认真听 我也帮大家调了一些相关的绩效 我们刚刚说规模暴增这两档 所以我不偏心 我就把这两档的绩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规模暴增统一奔腾跟野村优质 规模都暴增了八成 统一奔腾十年来的绩效是多少 五百二十六趴 五倍 这个概念是什么 005年十年的绩效是两百二十趴 所以比0050多赚一倍的概念 那野村优质也一样 十年的绩效是多达四百五十六趴 也比0050也是多赚一倍的一个概念 好那其实有些观众朋友会跟我说 其实主动型的基金 台股的基金大概有一百多档 大家还是会觉得 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承受 这么大的一个波段的幅度 那同时也有人认为 不是下半年可能会降息吗 那我也想买一点债券 可是我手上钱又没有这么多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台股的平衡型基金 蛮适合大家作为核心资产配置 简单说一下什么叫平衡型基金 对就是同时持有股票跟债券的 这样的一个基金的一个组合 也就是说基金也认为 现在股市的景气比较好 它就会多配置一些股票 如果经纪人认为说 债市的大多头要来了 它就在债券的配置上面 会多增加一些比例 所以我也去查了一下 目前台股的平衡型基金里头 持有债券的比较大概是两成多 换句话说大家大部分买的 还是比较多的是 压在股票的一个部位 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股大盘还没创历史新高 可是已经有八档的台股平衡型基金 净值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包括野村弘历 然后我们也不要偏信 群益增善美 然后摩根平衡基金等等 我讲一个重点 平衡型基金好多档 年化报酬率是8到10% 也很厉害 所以值得大家做一些留意 好刚刚燕丽姐 但我们看到 其实今年以来台股表现是比较震荡 上冲下戏 这个平衡型基金 或许可以作为大家投资的一个参考标的 好刚刚我们也有提到科技股 接下来还是要持续来关注的是 在财报的部分 尤其在特斯拉 除了特斯拉之外 其实也有很多重量级的公司 他们公布财报 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网飞 还有在IBM的一个部分 还有ASMO 其实表现都比大家预期要来得好 没错 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定调 因为去年三季度 美国的GDP是高达4.9%的增长 其实基期本来就已经推得很高 三季度当时的财报也是非常亮烈 所以四季度市场的预期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来得高 你只要稍微达标 不要太烂就可以了 不要太差就可以 因为正是我们的复苏周期 是放在在2024年12季度 看整条上行轨道能不能形成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以2024年来看 最有可能衰退的季度 就是在Q2 所以如果Q2这些企业 都没有发生任何 获利下行的迹象存在 我们就说明 今年是100%已经乱找入了 我们具体观察 你像是在各领域的部分 已经即将公布财报 或者已经公布财报的部分 首先要观察的几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微软 为什么微软特别值得留意 因为微软股价 在最近一段时间 行出的冲高 重新回到全美市值第一名的企业 重新超过苹果 重返了3兆美元的俱乐部 我们都很清楚 因为微软作为这一次 AI部门的先行领航者 他所开出的财报 市场的预期评价比较高 所以到时候他下礼拜 公告财报之后 会比较受到市场上的震动 第一个他的全职股 第二个就是 大家都把预期就在他身上了 我认为你可以带动 AI产品显著的上行 所以我们看待 微软在产品的部分 不管是我们看到的 Assure的其他运端产品的部分 或者我们看到最近 Office 365 他也推出了 他的相关co-pilot 一些AI的人工智慧的辅助系统 其他像是搜寻引擎 伺服器 现在平均来看 大概在今年一季度左右 基本上都必须要双位数字成长 去年四季度没有没关系 因为大家的预期并不高 今年只要都是双位数 那就是完全达标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市场对于AI 今年的预估值 拉得蛮高的 这个大家要小心 第二件事情 是来自于市场的娱乐消费 刚才陈炎哥有提到 这几个月 市场有一点消费主力的轮动迹象 那就是对于3C消费电子产品 或者一些耐久才的消费力度 缓慢在减弱当中 不想买沙发了 不想用装潢了 不想买电动车了 但是对于软体服务 精神的提升 是越演越烈 就是看Netflix 或者去旅游 这些服务类性质的支出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次网飞在股价 在财报公布之后 股价直接跳涨了10%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是所有数据 都用于猜测 你看到营收的部分 是88.3亿美元 年增率12.5% 尤其是新增的一个订阅数 这次是增加1312万人 我们过去讲到的 串流媒体大战 当时不管是迪士尼 Apple TV 或Amazon 全部都进入到串流媒体 大家都想要抓住 这个疫情时代的红利 就现在看起来 网飞仍然是串流媒体的领头羊 没有被打垮 他还是全球订阅人数 来的最多的 目前是2.6亿人 比市场预期的2.56亿人 还来的高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正当时的人都认为 这个Netflix很有可能 会一路被这些编剧事件 或者我们看到的 后疫情时代 给拖下学的时候 原本以为 他有可能会记录到 营收负增长 开始衰退 发现这一波是标准的软着陆 你看网飞的 季度营收的年增率 在2020年以后 就快速的下行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后疫情时代 高峰已经过了 可是到最底部 也就是22年到23年 来到1.9%以后 就开始上行了 什么意思啊 他没有进入衰退 他只是一个软着陆 赚得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又重新回到上行轨道 所以市场的消费 正在提升 其他已经公布财报的 你像是工业电脑的 IPM的部分 这次EPS是3.8 奇怪 比市场预期的3.78块 还来的高 其他像是营收 纯益 整体表现都不错 尤其是营收 有非常显著的大幅跳升 说明什么事情 市场对于AI 尤其是2B的需求 正在快速的飞增 我们讲的那种AI手机 AI PC 它其实算是边缘运算 我们没办法确定 它是不是 所有人都想要换 或者大家有 那么强烈的换机槽 iPhone 16 是不是一定卖得比 i15和i14好 大家不知道 但是对于AI的伺服器 现在各大厂 你像是 不管是脸书 或者我们看到了Google 都在大局的下滩当中 所以对于IBM来看 它也是有显著的提升 再来就是半导体的部分 我们像是艾斯摩尔 这次所公布的Q4财报 在营收的部分 是72.37亿欧元 这个计真率是有8.45% 换句话说 艾斯摩尔的绝对谷底 已经看到了 现在正在复苏周期 那我们都很清楚 你看艾斯摩尔 它的总订单Q4是92亿 有56亿 就高达6成以上 都是EUV设备 那给谁的 那想当然就给台积电的 所以台积电 仍然在持续下单当中 艾斯摩尔的营收 开始显著上行 换句话说 半导体的复苏周期 也即将来到 那我们可以定调 整个2024年 现在刚开始 所公布的财报 还不足以去证明 这些企业界 是不是就显著上行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率就是 不会坏到哪里去 市场上在整个2024年 大部分的预估 是复苏夺强劲的问题 没有大幅衰退的问题 所以完全就取决于 我现在把预期拉得比较高 那就要看一下 这些财报 后续能不能跟上了 所以现在就是要看 今年的财报 在过去的其实 就是已经反映在之前了 没错 所以今年一二季度 我认为才是重点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市场上的转变 突然就转了 前两个月 我们还在讨论 重度衰退 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市场连软着陆 都已经很少讨论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 已经不着陆了 我举个例子 你看前几个月 市场上一直在讲说 要买美债 为什么 因为经济要衰退 博士会下跌 买美债比较稳健 比较稳健 可是你看 现在在2020年的展望 彭博社针对了 440位的基金经理人 来进行统计 来调查说 你现在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认为 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投资 是非常foolish 非常愚蠢 有66.4%说 你去对赌 央行提前降息 等于对赌 美债会上涨 是非常愚蠢的投资 前两个月 大家还认为 这是一个很准确的投资 现在大家都觉得 你认为它会降息 太早 经济那么强 它不可能降息 所以第一件事情 市场的情绪正在转变 所以短期内 我个人认为 虽然台北股市 已经正式突破了万八 虽然我们过去的看法 是非常准确精准的 但是短期 乖利可能开始推高了 因为市场已经意识到 我现在要开始买股票了 我们如果是以美银所统计的 现在市场上 最拥挤的交易 最多人去做的交易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Long Magnificent Seven 去做多科技 七大巨头 第二个 大家流行的交易是什么 去年已经涨那么多了 大家现在还是在 去年大家都不追 今年大家开始想追了 OK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去做空中国股票 所以第一个就是做东美股 第二个就是做空 这个中国股票 那你看到 还有一项 是去做空 长天其美债 所以市场的观念 已经转变了 我认为短期乖利 可能已经开始 显著的推高了 但是我们至少 可以理解了 美国股市正当家 就是在今年云月份 正当大家还认为说 可能股市 不会再上涨的时候 你看到 美国股市七大巨头 有六大巨头 现在都会显著的上行区间 辉达去年 已经涨了多少了 200% 300% 今年光是元月份 它又涨了两成 其他像是 Meta送下历史新高 微软 Alphabet Amazon 苹果 今年都正报酬 今天唯一收跌的 就是陈英哥刚才讲到的 特斯拉 对于中端商品的一个需求 开始显著的下滑 好 那我们要怎么去预估 接下来的方向 首先我们有很多投资的抉择 但是你可以了解到 一旦美国股市 终有一天创下新高 它大概率 也不是由能源股 穿餐股贡献的 大概率还是由科技股 所以过去10年的 总报酬来观察 表现最为亮丽的 还是SOXX 也就是追踪 费程半导机指数的ETF 总报酬是800% 追踪纳指100的QQQ 涨幅是400% 标普的部分 大盘的部分是200% 至于你投资能源板块 只剩下37%而已 所以我想跟投资本 分享的事情是 我个人认为 投资七大科技巨头 你不用投资个股 但是你可以投资ETF 你用投资ETF的方式 参与整条市场的行情 当然我们要等待 怪力回调 等下一波的回调 市场情绪稍微收敛一点点 你就可以稍微上车 很多人会担心 可是现在利率的问题 不会导致有一天 EPS再度下滑吗 我认为短期内 还不用特别担心 我们观察几个要件 黑色线是我们看到的 联邦基准利率 就联总会的利率变化 红色线是全球的EPS变化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通常在刚降息的时候 EPS其实还在高危震荡 只有紧急降息 EPS才会随之而快速下滑 通常这个刚降息 然后EPS持续上行的区间 它是可以维持6到12个月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一降息 那到时候就完蛋了 事实上就算联总会 真的在今年3月5月降息 EPS都有很有可能 还会再度的上行 那换句话说 今年我始终认为 在元月份我们来看 今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不是美国股市其他巨头 也不是中国股票 是否会险助下跌 最大的风险就是三个字 抱不住 看你能不能抱到 持续上涨的时候 对 好 刚刚停号的 我们看到了 这当中有特别提到 现在最拥挤的交易当中 也包括去做空中国股市 中国当中现在经济状况 到底如何呢 他们宣布二月五号 就要降准两码 要释出大概台币四点四兆 要来救经济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